好来看到之前招法拍的资本温泉套房 经过了前面两次的拍卖之后 仍然有几乎还没有拍出 那么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 定于8月1号下午2点半 进行第三次的拍卖 一同进行拍卖的还有盐瓶箱 泰玛里箱以及达人箱的土地 那么详情可以到台东税务局的网页 或者是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网页来查询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把握机会 入主温泉饭店的机会 又来咯 日前遭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法拍的资本温泉套房 经过前面两次拍卖之后 仍有几乎尚未拍出 第三次拍卖将于8月1号下午2点半举行 在本次一同拍卖的还有盐瓶箱 泰玛里箱及达人箱的土地 详情可到台东县税务局网页或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网页来查询 温泉套房到第三次拍卖 在底价上也有一定的折价 想减便宜的民众尽情把握机会 记者潘俊尔台东市报导 我们刚记者有提到 手续那个 会 会 会